大肠癌已连续15年蝉联国人心发癌症人数之首 如何预防显得很重要 敏盛综合医院微创手术中心执行长陈荣坚表示 英国有研究发现 常吃超加工食品者当中 男性离大肠癌风险增加29% 但他也强调只要是加工食品 致癌风险本来就高于原型食物 除此 医师也提到预防大肠癌的饮食中 膳食纤维是常被提及的营养素 特别是全穀物 防止效果可能更甚于水果、蔬菜 陈荣坚在个人网站发文表示 英国有一项研究发现 常吃超加工食品者当中 男性离大肠癌风险增加29% 而在女性身上却未见 他解释这与雌激素有关 女性在停经前 体内雌激素的比例会远高于一固酮的比例 曾有研究证实 停经前女性应受雌激素的保护 能减少大肠癌的发生 但对于乳癌就比较不利 不过 陈荣坚强调 只要是加工食品 如香肠、腊肉等 致癌风险本来就高于原型食物 所以常吃超加工食物 对男性的危害比较大 前提是跟停经前的女性相比 但不代表女性多吃加工食品就没事 至于该如何预防大肠癌 陈荣坚表示 大肠癌的发生出了基因 另一关键就是肠道环境 而预防大肠癌的饮食中 膳食纤维是常被提及的营养素 然而水果、蔬菜及全穀物都有纤维 水的预防效果会比较好 陈荣坚指出 水果可能会摄取到过多的糖分及热量 糖分过多不仅容易提高癌症罹患率 也会引起其他代谢性疾病 蔬菜绝大部分是纤维及水分 不过多吃蔬菜 并搭配规律的补充综合维生素及微量元素 也可以达到很好的预防效果 而全穀物、陈荣坚表示 附有多种维生素、膳食纤维 以及许多微量元素 包括铁、铅等有利于维持良好的肠道环境 他更提到英国《医学》杂志指出 每天吃90克的全穀物 可以降低20%罹患大肠癌的风险 另外,美国也有一项大型研究发现 全穀物及穀物类的纤维 有助预防大肠癌 尤其是直肠癌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